好,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我是主持雪凌 鏡花先生,贏者 到舊番啦 不過其實我覺得,不知道為什麼現在的番組 真的習慣了,要不就 就即時告訴你,我有耳櫃的啦 即時將本來一系列的動畫斬件 要不就說,我播了第十集 之後那兩集,我找個時間再播啦 現在真的越來越流行 不知道為什麼呢,播了十一、十二集 其實他沒有第下一季,但他突出了一些作數出來 之後就播了 其實會不會跟裸期有關呢? 譬如說裸個播放期 本來是比十三期來的 然後就不知道有什麼特別節目 但都應該未必是 因為你看到有些其實,開始有些騎士 十六集啊,十七集啊 你很難說,如果我給你一季時間 通常你之前都是這樣做的 但他們那些是說什麼呢? 我又,我又沒有第二季出來 但我又有錢 他分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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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數的程度是做不到兩季回來的 那就做一季回來 但是有多一點時間 他才能做到那個故事 因為電視台不可能爭取多幾集 馬尼通常因為你這些呢 如果不是說真的去到那麼Key 或你調主線真的那麼長的 通常你是放在 Fullway或DVD裡面的 Special Disc來的 是一個 是Special的一集來的 但現在又不流行 現在就流行 現在還流行一些什麼 所謂試播呢? 試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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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幾集給你 然後說 我們之後會再播過 或者重新再來過 好像試水和試反應 不要搞笑 有什麼Nicco播一遍 電視才是正式版 那些 什麼叫第二季 又不是他完全是第二季 用得幾集而已 那是不是有什麼試行版 播了一集 觀眾反應不好的時候 就整套剪了 那他又不會剪了 他是說明給你聽 我之後會在哪個期間 我會出的了 所以其實 你說 上季不夠翻組嗎? 又不是不夠翻組 抽回去最多翻的 永遠應該會 但是你又看到 是放了很多奇奇怪的東西 還有 你今季也知道 抽回來之後 大部分作品其實都是未完的 很多都有二季 但就不是即時下 有些 有些不是即時下 有些就告訴你 甚至就 三月才播 即是隔一季 才再播出來 我都說的 之前我都說過 好像Faceo 因為他們每個人都在搞到 是不是因為Faceo 開了才是更壞 Faceo 不是第一個做這件事 我記得 2007、2008年已經有分國式二期這件事 是的 但是你說 叫做 開得最行 你告訴你 我擺明 我為了這個質素的關係 我就剪開它了 講到這麼明白的就是Faceo 現在流行的主要都不是流行的那種分國式二期 分國式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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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是很了解 而且大家都知道 一套 一套動畫 如果你不是真的去到 連著播 很有爆點 或者是很受歡迎 其實過了渡戲之後 大家其實 觀眾的節目度會低了 即是叫做 不會有人提起 就算做完了之後 當然 有些例子 好像AO那些 擺明是因為不想被人罵到PK 所以才 我之後那兩集 我就找一天才播 但是 你看到播了之後 在那個討論區裡 不是太大反應 很多討論區都不是 因為已經過渡戲了 而這套是做得非常難的 這個我們日後再補回 因為到現在我們都還沒補回 沒錯 除非你好像小緣那時候 不過小緣有一點點意外 放鬆的問題 才做不到 但是 你去到那個 更緊湊的劇情 你去到那個位置 你很想看下去 這樣引氣 那你才可以做到 之後播兩集 你還是保持到渡戲 所以今季 其實作品都很少 真的難怪 不關我們事 不是我們沒有看 即是為什麼我們一集前 會舊回顧 為什麼會這麼吹那麼久 因為這原因 那不是的 好 那我們先說第一套 第一套就是 兩季翻完了 那就是 漫畫 即是斬開了 漫畫都完了 完成了很久 漫畫都 對 那就是 《軍火女王》 港譯那本就叫《軍返》 這套東西 其實 你一開始可能 感覺 一開始可能 很多人都未必 會覺得是對口味 應該是 如果有看過漫畫 我覺得 像一本 叫做 《Baglagun》的那一套 《黑潮》 我想那個作者畫男人畫得好一點 他畫正太良 畫女是比較奇怪的 不 你不算過樣子的話 身材或身段那方面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樣子你會覺得 跟你看的一些女角 完全是兩回事 甚至覺得男角是比較好樣子 不是 就女主角的眼 我一看 咦?女版的小丑 角角這麼大 三戰八角 其實有一點點 V字 即是他笑的時候 嘴唇是裂到差不多是面額 應該這樣說 他畫眼方面 是有些 有些風格 我都不敢說是奇特 我都畫風格 好 所以人們常常說 有眼睛射線 Coco是 只是那隻奇怪眼 即是他後面的雜數 你覺得他出眼死的 也不覺得奇怪 沒錯 即是你就算說博士 那類 還有其他 其實大部分女角的眼 你看上去都是覺得很奇怪 還有叫做什麼呢 簡單而言 你看上去 這套戲裡面 九成的女角 你一眼看上去 就知道他不是好人來的 這套有沒有好人呢? 就算我不敢說他是不是好人 他至少都是一個心理不平衡的人 這套說的全部都是一些 比較有自己的意念的人 我自己的性格 尤其是Coco 或者是一個瘋狂的人 甚至會說 不過他後面的心態的轉換 轉變了很多次 那你說其實那個故事 我們就之前說的 新版的時候 都是介紹了之後 輕輕 都沒有怎麼說過這一套 因為那時候已經公佈了二季 是 是 我們回顧的時候 即是第一季結束之後 我們就沒有做一個回顧 到第二季結束之後 現在我們做回顧 其實一、二季的水準 其實差別真的沒有什麼 你不會看到有什麼好大的落差 我覺得二季的風格有少少轉變 哪方面呢? 感覺上如果你有看一季 主線的劇情是會直線鋪排 但第二季反而做回 本來應該第一季要做的事 即是變成了一些 部下的角色介紹那類 反而這些 我就奇怪 為何二季才出來呢? 我想其實他這種手法 其實你和漫畫都是一樣的 因為其實他始終就是 他一開始要提示 就是 如果他太淨其他角色 一定會令到 就是所謂他的主題 軍火買賣 這方面的主題一定會約了 一定的 因為你始終一開始 你對那個認知 你最主要知道 這個人是施職什麼的 他是一個slider 他是一個白兵戰的高手 他的性格 你可能有些性格的內容 會透露出來 其實一開始已經足夠了 因為一開始他始終都集中在 男主角Yorrah身上 Yorrah和Coco 你一開始就知道 老實說 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身世 他裝宗裏面 其實他先不說 在一個容兵隊裏面的一些角色 他究竟背後有什麼故事 或者他為什麼要加入 但是他其實也偷寫了 就是說 可能他們殺那些的敵人 他們當中 其實他穿了很多 這方面 他臨死前 總之你看到 那些人一想起 就知道你舔走路了 我都記得 例如有一個金髮 寫到什麼名字 你說不穿內褲的女兒? 不是不穿內褲的女兒 金髮是Coco 那邊的士兵 那一對人 有一個金髮的 就是Sliper 還有一個比較老的經驗 是很豐富的人 他就一直說 為什麼不殺女人 那個男人 那個男人 經常被人射屁股 對 射屁股 他為什麼有一雷一搏 是說到一個交響樂團 那個女人要報仇 然後那個金髮的男人 是不敢下手去射屁股 但是那個男人 其實那個女孩 也算是 對 但是他就一槍射死 很多老經驗 就是一槍射死他 就是你可以看到 這些很少的事 就是沒有特別 那裡的過去 可以透露他的人 而且你也看到 就是他沒有說過 什麼先後至聚 誰的加進性 那些 其實你也看到 就是這個老兵 然後教訓了他一句 你知道這條一定是 肢力高一點 一定是肢力高一點 還有就是 看淡了所有事情 就是你看到 就是那個角色的性格 其實他 我覺得做得成功的這套 是他在很多 尤其是 尤其是 尤其是槍戰的時候 或者他們佈局槍戰的時候 其實在這方面 角色苗仔是很足夠的 他透露了很多少的劇情 去補完那個人物的性格 或者是他的心理狀態方面 或者就算 我叫做 你真的完全 就算不說 這班傭兵隊 背後 他們每個人獨立的故事 其實都可以的 整個故事 是不會令到你覺得 有什麼問題 老實說 不說他們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就集兵一堆 你當是說 這班是一班高手 總之 Coco在哪裏找回來的 高手中的高手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他可以什麼都不說 其實他可以是 但他都很集中描述 每個人有他的性格 去看面 他都不是純粹為一個 一班集兵就算 因為Coco好像當他們一家人 他們說要煮食 而你說這套 我會覺得是 我先不要說結局 最後那些 他的角色和角色之間 以及故事 好像你講到 其中一個 用兵隊唯一死了的 R 他的角色 即他講到他的身份 之前 同時帶動了 原來他是政府那邊的人 他帶出了另一個主要的角色 他帶出了另一個主要的角色 即是 我覺得 你説作者 有很清楚思考的 他一學裡都說明了一件事 其實他們這個界別 就很窄 你進入這個界別的話 其實 撞倒也是 撞口撞臉 所以其實你看到 他們每個角色和每個角色之間 敵對也好 或者中立也好 其實每個人 都有個關係 而所有串聯的關係 在這套傭兵裡 其實幾乎是 幾乎是 除了某些 好像說 那位女演員 又是同樣 最後轉賣了軍火 那個之外 其實帶動角色 其實和所有組織 都已經是有所有串聯 所以你看到 這些肯定 你知道嗎 沒有可能突然之間 我給了一個新角色出來 即是應該寫好 這些關係圖 才開始寫好 他會說到很多時候 沒有很多入Coco組織的人 全都是以前 不知道哪些軍隊 不知道哪些組織做過 總之都有天連 都不會突然走個人出來 是的 那時候我忘了 有一個角色 也是一個日本人的角色 冬條 冬條 那個Spy Master 那個組織 有關聯 這一方面 你看到他的佈局 其實很好 所以其實他說 就是他做得這個好的理想 就是說 他不是喊一集給你 其實這個 就是突然間 扯著煙 很唏噓地 喝著一杯酒 然後跟你說 回憶回之前的故事 可能突然之間 在敵隊那裏 見到一個原來自己認識的人 然後很多時候的常用手 就是花一集時間 甚至半集時間 說他們兩個究竟有些什麼 說他們兩個有些什麼關係 有些什麼牙齒印 是的 反而我覺得 你說我反而看 這樣看又更加爽 其實 因為他的穿插 其實都好像 以前鏡花都說的 電影感那樣東西 其實他這方面很足 其實他這方面 有時就是 你看到就是 他們正在開窗 去想同一件事 但你不會覺得 那個時間過得很久 因為他只是 稍順想一段仔 然後就切回去 現實那個 時間點那裏 繼續做回他現在 故事線要做的事情 其實這方面 我覺得 我看這套東西 我覺得看得最爽 是這件事 因為事實上的確是 這套東西 我覺得是很劇本 很好的 其實你剪得出這套東西 不是多經費的東西 剪得作畫 有少少頹 比較多定鏡 不是很多動作一動的東西 但是他聰明 但是他運鏡頭 他聰明 這方面 他不會覺得 節奏掌握得很好 我最喜歡他的地方 你不會覺得悶 就算畫面不多 但是你看到整個 中觀 整個戰爭的大局 都會看到 這方面很好 如果有看的聽眾 其實你回去看一些槍戰 一個定鏡 他的定鏡是定很久的 你會聽到純粹是聲效槍聲 或者他只是一個很知性的動作 就是 踩上頭去射幾槍 然後再下來 其實那個動作其實差不多 他沒有怎麼改過 反而 他將那些經費 就是 跑位置 你會看到 其實是 他將那些經費 移到那個位置 你不要當然 你那些人的樣子 我覺得你很難計 其實 我都算了 那些事 我都不會太著意 因為槍戰 其實你自己 你不定格 你真的看得清楚 說真的槍戰 有幾網是挺誇張的 逃跑 對著機關槍 不斷射他 一槍都不中 這些是挺誇張的 他也有講 他也有講走位 他也有講配合 都覺得比較合理 或者有一集 真的不太好 可能有一集 他們正在放假 我記得好像在歌曲樂團 我記得 約娜和邦 Coco 走路那集 真的邊講邊走 那一刻 拖來帶走 不過之後 去了一些飛車場面 就會OK 有關的車 對 這些地方 所以 無論運鏡方面 其實是 最合格有餘 合格以上 我甚至覺得 電影感很重要 對 老實說 經費 就不是拿人亂用 不是隨便 請一個很厲害的聲優 或者什麼 放在畫面上 譬如說你做得多漂亮 但電影感沒有了 也沒有用 沒錯 而且這些戰爭 至少你講 這些拍戰鬥的事情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會想到電影 老實說 你這套東西裡面 其實 除了你說動作方面 一定要留意浪費經費 他最浪費經費的 是什麼 是畫面 他幾乎每個國家 都要周圍去 他一定要 畫出不同的 地貌風情 讓你看到 喂 你一套 問回 是不是都在那個城鎮裡面 甚至在那間屋裡面 那間學校裡面 是不是都是一鬼一樣的 沒錯 所以你看到 就是說 他就算說 真的經費 你看到是不多的 其實 但是 他不會說 在這方面 最多 鏡頭少 你也看到他很多時候 都是 最後計劃回街景 就是 將建築物換一換 但是 最少就是 適用方法 我只可以說是適用方法 其實是有畫功夫的 始終你說槍械 你說軍武 那些東西 你軍武狂的那些 考究那些就是很厲害的 那這套東西 我都沒看到被人罵的 這方面 至少你槍械那些畫得是正確的 手勢是正確的 各方面 這些東西都是可以的 我想這些考究的東西 都是沒有畫的功夫 最少有用心做過 有用心去研究那些武器 最少 不過以來 漫畫那個人 他真的挺有考究 本身 他跟回那裡就OK 那另外 其實 要說的就是 他主題 就是 繁賣軍火 這方面 前段是 後面開始不是 前段是 其實你說 無論漫畫 或者是動畫 都是 其實 他 反而集中說 那個 交易 那個 的過程 而就是 怎樣去賺錢 怎樣去用軍火 因為其實 這個我覺得 是一個 無論當時看漫畫 或者之後看動畫 其實是一個取捨 因為始終你說 若然一個正常的軍火商人 他不應該在前線出現 就算交易 我找一堆手下 去給你 就行了 因為這件事很危險 因為 大哥 和你會看片 大家都知道 通常做軍火那些人 就是 那些人拿完之槍 就一下子就八卦了 然後整堆軍火立走了 理論上 軍火商人 是不會站在最前線上 甚至 Coco那些 是一個情話 你會看見這個狀況 其實是詭異的 他那些好像有ATV那種感覺 我其實都覺得這套是 主角無理論比較重 你說做了二十多集 他身為一個軍火商人 他經歷了這麼多的事 他對部隊好像沒有什麼損失 比如說死人 死就報下 死人 最多都是R那一集 但R 是個兒底 還有R死就是 据作 惹個局 好像要他死 這套比較少 是報下雙網 那邊 比較 理想的 先說回剛才的一件事,最前線的問題,其實這個問題是,如果他只是在打電話,或者什麼東西, 始終女主角是那個,他沒有人經常出場,好像鬼影一樣,就是打電話, 不是呀,你可以參照K那裡,不是絕緣那裡,在荒島上面,在背後操縱了所有東西 但是那個臨場的人,其實他想說的就是,你如我詐,因為如果你不是真人,在那個現場來說, 其實怎樣都差一次,你要別人回報給他聽,其實可能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你不放一個很Smart的人在那個人,即時跟你做些事?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就搶了主角那個位置,不就尷尬一點,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做這種取捨,至少我想到一個理由,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他在劇情的定位上,因為一對人其實是一個第三者角色, 他直接藉著這個軍火箱的角度,去看一場戰爭,去怎樣形成, 就是他有很多利益上的衝突,去形成了這件事, 那個真的打起仗來的時候,那個情況是怎樣呢? 就是要靠他這個軍火箱的第三者,一個旁觀角色,去看到這件事發生。 反而很多時候你說,他接有的方法就是,他賣軍火給某一個人, 敵隊那方面阻止他,就阻止他,或者是另外的敵隊同一樣想賣東西給他那邊的人,就阻止他, 主要都是這類型的發展,就是多方勢力, 但是當然你說,那個套路,以兩季來說,其實就真的差不多,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那個字入位就是, 反而很少說,我之前所說, 你始終說,買賣,什麼都說,或者跌步,甚至那些, 港劇情報戰,我也明白的, 在現代來說,我未看過一套動畫, 玩情報戰,是玩到我覺得是滿意的, 因為很多時候只不過是說, 我收到這個情報, 你怎樣去處理這個問題, 或者是,他一早已經計算你第365部, 就像火鳳一樣, 你根本上就贏不了我, 或者是, 他有時候有些情況,被人動了一和, 靠的,其實是什麼呢? 用兵隊,就像剛才夜人姐說的, 他們用兵隊,超強, 超強, 無敵用兵隊, 他在二季裏面, 說這班人,其實究竟, 簡直是精英中的精英, 各有所長, 他就在不同地方挖這種人回來, 做成一隊超級夢幻作樂, 那班人有個屁股, 專級子彈, 固然是這樣, 亦都見到, 即是他, 我想說那個傭兵隊, 可能配合得很好, 只要有人說, 都經歷了這麼多事, 對,他們配合得很好, 尤其是Coco, 他講到情報, 他有各方面的情報很重要, 那時候你會暴陣各方面的東西, 那就又發揮了一些心力, 通常都是這樣, 兩軍隊裡, 你資料量越多, 越準確的時候, 你掌握優勢就越厲害, 還有叫做什麼, 他可以說, 始終火力的級數, 你沒有可能打得贏過軍火箱, 即是軍火箱吧, 他軍武贏了, 情報贏了, 到暴陣的時候, 你看到Slipper怎樣射, 怎樣走位, 令到你覺得贏都算是合理的, 雖然很無敵, 那樣, 這個是技術, 曾經有人說, 其實他們要換裝備, 我記得這個橋段應該是用了兩次的, 第一個, 第二個, 每樣都用了一次的, 你會看到他們不停的更新自己, 他們不會用舊東西, 舊東西是賣給別人的, 他也有講過的, 軍火箱怎麼可以用舊東西呢? 即是, 看Marvel, 你不會看到Tony Stark用了一些廢物的, 沒錯, 我記得他換了一次, 然後那個開車的開心就死了, 也有啦, 他也有換槍的, 然後同一集的車被他們開爆了, 這個也是的, 嗯, 都重點說一件事, 就是說, 使用兵器的心態, 即是他們經常都很奇怪, 你們只是拿著武器, 在亂吹的人, 即是說, 你們是沒有一個所謂叫什麼, 覺悟, 他怎樣去使用武器, 即是這個就好像, 他當然是這樣說的, 但我覺得其實, 動畫是這樣的, 如果你老實說, 正常大家都是專意軍人, 其實說的是戰術, 和量的, 其實是, 嗯, 尤其當Coco說到, 他不喜歡有思考的士兵的時候, 你會發現, 現實在是相反的, 士兵是真的沒有應該思考, 即是因為在說那些事情, 就是你一個士兵的聽從命令, 去執行那個任務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思考, 亂了一陣腳的時候, 就是害死了全部人, 思考和會, 那個判斷力和決斷力, 會遲了一步, 沒錯, 其實很多時候聽從命令, 那當然, 你要身為一個指揮者, 你真的要有這樣的指揮力才行, 譬如說那個指揮者無能的, 那你聽她說就死了, 所以其實他這個所謂的移民位置, 而他交了在這個故事裏面, 交了在Yolla身上, 即是他作為一個惑誤, 他是一個很討厭戰爭的人, 但是, 偏身就是, 他又要靠槍, 去生存, 為自己安全, 生存, 即是他有目標, 之後就說了, 其實他是被他哥哥賣去給Coco, 因為交易就是, 為了補了他那三個, 同年多, 好像差不多跟同行那三個, 是的, 那三個小朋友的安全, 以及送他去一個安全的地方, 讓他們可以正常生活, 日本好像是, 東京, 總之送他去東京, 所以, 而你說剛才我們說的話, 疑問的角色就是, 由一個很討厭很討厭者, 因為他家人也是被他們賣軍火的弄死, 然後就是, 之後又被人威脅, 又加入了這裏, 是不是有點諷刺呢? 他有這個疑問, 但其實這方面, 客觀而言, 最後其實做得不是很成功, 因為本身Yolla的角色其實太目睹了, 就算說給他一些思考, 他是很理所當然去接受, 反而是, 反而你說是, 可能是Lucy, 就是剛才, 鏡花所說的, 經常被人射屁股那個, 就是他會, 很多時候他, 因為他本身是個警察, 他有疑問, 他對一些指令, 即是他覺得, 因為他本身他不是一個, 警察的職責, 應該是保護百姓, 或者保護警察, 應該說, 好像剛才大家都有說的, 軍隊, 我作為一個士兵, 我不是要思考, 這件事是否合理, 我是要這件事, 就是這個指令, 總之我要完成他, 那就是一個優惑士兵, 但是, 他都很強的, 就是, 整個隊伍裡面, 唯獨不是士兵出身的, 只有Lucy, 所以, 反而, 比起, 你說Yorah, 他的, 他的立場, 比出來的反應, 是會更加多, 有時候, 經常都會說, 我都不太明白, 大小姐, 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樣想, 反而, 他反而是最多的疑問, 反而他是, 但是, 他最後變成, 他覺得Coco值得可靠, 就算了, 這方面, 亦都是說, 在探討這方面, 我覺得, 不算是做得很成功的, 我純粹覺得, 他被人同化了, 也有少少, 還有, 就是, 若拿, 可能我們去到結局的位置, 就會見到, 若拿是, 我想最大的, 因為, 我至少不太見到成長, 他說了兩年之後, 我覺得他, 他最兜兜轉轉之後, 去了不同的軍火商人之後, 他發覺自己離不開武器, 離不開軍火商人, 他再丟不到槍, 始終他都不, 他都只不過, 在其他大人年前, 他自己是一個小弟, 我覺得是這樣, 是的, 他是一個比較聰明的小弟, 都長的小弟, 因為經驗不足, 還是一個小弟, 是的, 因為當你那些老兵, 其他士兵比的時候, 他沒有什麼, 因為很迷茫, 他聽人說, 他做一件事, 他沒有問題的, 但是要自己想, 去判斷自己怎麼做, 他可能面對某些事情的時候, 他未必有這個判斷, 判斷力, 因為我自己就, 是的, 的確是判斷力那裡不夠, 就是我會覺得, 最後因為, 我那時候就, 講一講, 就是那句做BBQ大紀局, 就是所有人去到那個, 餐廳那裡, 每個人說一次, 那句話, 就說, 你入隊, 最後一次要出動, 完全是無記的那些, 紀律部, 就要最後一次突然出動, 那種感覺, 但我就是, 若然找到自己的歸宿, 這樣就, 然後就叫做原作, 好像沒有什麼心理, 其實在那一段, 反而, 我覺得他都還沒找到, 但是, 他經驗不夠, 他要繼續成長, 他就要繼續, 力練, 去跟著Coco, 去做其他的事, 才可以成長, 才可以決定, 才可以成長, 才可以決定, 不過, 就完了, 所以, 其實我覺得, 最後一段, 他未必是有一個, 他自己的答案, 但他需要成長, 或者這樣說, 其實你說, 本身, 你說故事開頭的, Yorla, 他本身是說, 他跟著Coco, 的目的就是因為, 那三個年輕人, 在他哥哥手上, 他不可能不聽他指令, 不, 其實我覺得, 你做得軍火商人, 下一個結局就是, 那三個年輕人, 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 我怎知道, 真的送了去讀書, 這個都很奇怪, 你叫做什麼呢, 他想, 這個位置就說, 軍火商人, 在他們眼中, 只有交易, 即, 交易說什麼呢, 當然是誠信, 信譽良好, 你沒理由買這槍給我, 原來這槍卡彈, 然後我死了, 以後, 沒有人找你買槍, 即, 可能那東西你賺了, 但之後你虧了, 即, 他這方面我覺得是說, 反而他一定不會這樣做, 因為他, 老實說, 他都要找人幫忙, 即, 他都經常都說, 我其實是中介的, 即, 打仗是你們自己的責任, 我不承包這些東西, 即, 即, 這方面我覺得, OK的, Coco, 哥都很強調, 就是和他的地位平等, 因為他是交易對象, 因為他是交易對象, 他不是說, 因為現在就是, 我想買你, 我需要你的能力, 即, 那三個年輕人, 在他手上, 即, 他可以說, 你在層面上, 你覺得, 你威脅我, 即是現在, 你威脅, 你威脅我, 那三個年輕人的生活, 然後就說, 現在這樣OK, 大家沒問題, 因為其實, 在裡面, 你說的, 他一直都說, 他是可以隨時離開的, 因為, 這個是教育來的, 所以, 這方面, 純粹我覺得是表達軍火商人的性格, 但你剛才我們說到, Yorah, 他, 開頭跟著那個,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然後在中間裡面, 他覺得說, 這裡其實, 他有個叫做, 家裡的感覺, 我覺得應該叫做, 其實, 他覺得這裡說, 其實, 沒有他以前, 沒有他以前, 即是經歷那些事情, 那麼多的, 因為你看到就是, 很多時候, 都是拿手的, 他們不是說, 純粹說, 你肥脅我, 那我當然肥脅你了, 那這方面, 不需要太多的思考, 反而你說, 去到最後, 就是說, 在二季裡面, 說就是, Coco, 那個的, 所謂的, 世界蛇, 世界蛇計劃, 令到他, 有confuse, 這樣做是對的, 因為之前, Coco做的事情, 就是交易, 他現在, 已經不是交易, 他是要去, 改變世界, 改變某些事情, 再建立某些事情, 而在這個, Destroy的過程裡面, 是會死亡很多人的, 那麼, 他就有, 覺得就是, 我, 他做這份工作, 我不是為了, 不是expect, 要做這件事, 是的, 他會有疑惑, 在裡面, 所以, 他穿草, 哈哈, 他一下子想不通, 就穿草, 很正常, 即是, 他那一刻, 差點想殺了他, 但又覺得, 自己留不到手, 然後就跳開, 他說,對不起, 你沒有答案, 就走了, 那這方面, 就是, 剛才, 鏡筆說, 他之前也不需要怎樣去想事情, 他還是一個學習階段的人, 搞到他那一刻很亂, 他不知道應該說, 我應該做還是不做, 違亡, 尤其他一開始, 都是不停聽Coco指令, 就是嘛, 尤其他一個Coco的事情, 他覺得不對的時候, 就更加大衝擊了, 整件事就會對他, 當然, 最大的問題, 你如果聽Coco的話, 為什麼會突然覺得Coco這件事不對? 但是Coco, 巧妙地角, 這個是不是, 他已經代表他成長了, 他會擁有自己的思考, 去想這件事, Coco是教他這樣, Coco是教他說, 他是要想事情, 他有灌輸了一些事情, 就是說, 一個軍火商人是怎樣怎樣, 他一直都有很多, 跟他對答, 各方面, 這些事情, 他在這一下, 為什麼會這麼大反應? 因為這一下, 已經超越了軍火商人的界線, 他已經不是, 這件事不是軍火商人的問題, 他這個計劃裡面, 他的角色已經不再是軍火商人, 是啊, 他是一個, 他是新世界的神, 哈哈哈哈, 我也想講理他, 他是新世界的神, 但是, 所以, 那雙東西都不是師兵, 他已經被拿到軍火商人, 我覺得, 大家可以的, 他世界史的計劃, 簡單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 真是小孩子, 天真的計劃, 他用武力去控制了航空權, 就是, 正如, 他回到奧萊, 他最後他哥哥說, 你控制了天, 我就打海, 你控制了海, 我就打地, 你控制了地, 我就說, 買棍, 現在不是說, 是科技, 令到他們, 令到人有競爭心, 是, 人本身有競爭心, 而利用這些科技, 所以, 他就覺得, 他就說, 我無論怎樣, 我都有東西賣的, 心態的時候講過, 其實Coco自己也講過, 當你沒有這個水源, 可以賣水, 去賣石油, 甚至宗教, 這些很虛無的東西, 就是那些他覺得很虛無的東西, 可以去打仗的, 其實都可以, 當你人本身有一個, 要戰鬥的心態的時候, 你不是靠科技, 可以跟著曬, 至少, Coco都明白的, 不過Coco就會說, 他這樣就跟著了大型的戰爭, 這樣, 不可以說大型的戰爭, 你當是一個什麼, 我會視世界蛇這個計劃, 是一個威嚇, 都是的, 像獄的天空, 其實很簡單, 很多作品都有這件事, 無論你說, 就算在Marvel裡面, Tonee Sutter, 看電影裡面, 厲害的武器, 我演示一次, 你怕的, 你怕你不敢亂來的, 其實跟現今世界的核武威力不一樣, 大家鬥軍武那件事, 就是, 我軍武, 不是想拿出來打, 就是, 你不要打過來, 打過來我打你, 大家鬥數字, 或者鬥火力, 大家知道, 我, 打過來, 我就會得到這個結果, 而, Coco其實, 其實, 世界時的計劃就是, 我現在就控制了所有東西, 但是, 我控制了所有東西, 我有什麼都不動的, 但你們又沒有動的, 嗯, 不過, 真的會給我感覺, 這個世界時的計劃, 如果真的要再做下去, 他控制了天空, 別人用不了天空, 但代表他要用那個天空, 但是, Coco它是一個師兵, 它有一隊師兵, 但它沒有一個軍隊, 那我不太明白, 它沒有一千人, Double O, 然後用高達, 去搞定所有人, 但是, 最理想的狀態就是, Coco一直都是正義那方, 最理想的狀態, 但是, 如果, 假設有一天, 不知道他因什麼事的時候, 發到瘋狂的時候, 怎麼辦呢? 怎麼收貨呢? 這個是一個, 值得思考的問題, 因為, 其實呢, 他都, 作品裡面都有提過一件事, 其實, 大家都思考了, 很多人都, 看完這套東西之後, 我都, 我都, 有跟你說過, 他們都覺得, 這個計劃是, 這個計劃是, 覺得是很無契, 不, 未必無契, 很理想, 因為, 作者都吹到很大, 就是這樣說, 因為, 叫做, 他控制了所有事情, 基本, 指信情報, 因為, 叫做, 他純粹是想令到這個戰爭, 做一個大倒退, 因為這個世界, 根本上是一個禁制的戰爭, 如果, 控制你所有情報, 控制所有事情, 簡單而言, 你手上所有事情, 全部變成垃圾, 對他來說, 令到很多地方, 不能夠成為一個戰場, 因為, 有些地方, 好像山高皇帝園, 你又沒有情報, 你又不可以飛, 你去那裏打什麼, 也會覺得, 這個所謂的資源, 消耗很大, 我值不值得這樣做, 其實, 打仗, 說穿了, 另一個問題就是, 利益, 其實是因為, 如果他們覺得, 都不適合利益, 那我為什麼要打呢, 某程度上, 是可以握殺, 很多的, 所謂的, 即種動手, 爭奪資源的戰爭, 是的, 很多地方, 就好像, Yorla, 他本身說, 他那裏都是因為, 資源爭奪那些東西, 其實, 他那些地方就是安全, 因為你知道就是, 那個地方都沒有資源, 那個地方有資源, 但是, 你這樣派兵, 這樣派軍隊去, 是不值得的, 也會有很大的風險, 你不是贏硬的, 還要是, 除了你搶, 別人搶, 而那個Case, 那時候就是, 哪個科技力強, 哪個就贏, 但現在, 基本上, 他把所有科技, 都封印了, 這樣的話, 其實, 某程度上, 他是真的可以做到的事, 而, 那些人衍生了一個問題, 說, 他就行了, 而, 是很難做到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就是, 為什麼呢, 所有情報都控制了, 你不要打電話, 你記信吧, 我, 我要, 飛鴿傳說, 我飛鴿傳說, 我知道, 我知道, 不可能飛鴿傳說, 你一定錯, 飛鴿傳說, 制空權是沒有的, 你一定不能飛鴿傳說, 你一定不能飛鴿傳說, 發鴿可以, 電影可以, 我知道歐洲有個很厲害的高手, 飛過去嗎, 三個月, 最沒有飛機, 最沒有乘船, 然後, 所有資訊權, 控制在COCO手上, COCO現在在哪裡, 歐洲一帶, 不是很清楚, 可能再鎖定些說, 法國某一帶, 你自己去找, 他找到, 死個日, 他都沒有找到他, 我打個電話馬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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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知不知道他是在哪裡, COCO已經立刻折死你, 你找我, 那我就先走了, 或是我先被你座, 這方面就是, 導致為何這個真是一個, 新世界的神美, 某程度上, 尤其是說到電腦,一部電腦射了上太空,人們打不到 另一部電腦就去了一個海底,人們很難進去那個區域 這個動畫有沒有說到? 有說到的,總之有三部世界世紀電腦,已經分成三個地方 總之它開入空,陸地的地方有一個,我記得有些人考究過 有一個地區是比較難進入的地方,需要很多情報去打 如果你不是會被人伏擊,就會搞定了 而它用這個東西,它用最佳的例子就是裡面 所謂的最強的海炮突擊隊 都被它,因為玩玩地圖,就玩殘了你 而它說的就是這個世界,現在所有人所持有的武力,所有東西 根本上都是跑科技,你沒有科技,那班人 怎麼扣一班有科技的人打 而且它說到它那班士兵有個無敵 一個打十個 還有它有說到制空權很重要 因為最後一集有說到,射火箭前有一個畫面 就是戰機打爆了地下的那些戰車,大炮那些 就是制空權,它說有制空權就是贏了 因為單方面 對,單方面的逃生 當然你說的,在這裏斷因爲什麼呢 根本說不下去,那個故事 應該說,只有說 你指人的故事是發展,Cogo成為一個變態 即是黏了線,成為一個真正的精神 接著那些人要擊倒神 要討伐他 但如果這樣的話,這個不是軍火雷王的故事 這個是另一個故事 所以他去到這裏閘住了 也就是說,我不知道是否作者最終是想說這件事 因爲這個沒人知道 但去到這裏根本是 不能你不停 因為 已經不是一個軍火箱的故事 即是 你難道跟著說 你可以做一個外傳就可以 但你不能用Cogo那條線 而且他講到後期,他不是一個軍火箱 去終結這個世界戰爭的時候 他已經不是一個軍火箱 因爲他都不賣東西了 或者另一個說法 一來他不是一個軍火箱 二來故事真的去不到 就是 作者都想不到世界可以怎樣形成 我覺得會是 反而 他吹不到出去 這個是那個重點 但是當然你說 很多人對那個計劃 因爲太超戰 做一個區區的一個軍火箱 居然可以搞到這樣的 搞到世界大亂 但是 如果你覺得你看Marvel 你看Iron Man 你覺得沒問題 其實這個計劃 你應該都覺得沒問題 我會覺得 我不會覺得 那個計劃沒問題 一來 雖然很超戰開 就是在一起看的 一個軍火箱 怎樣在那個戰場遊走 他們的故事 去到突然突然彈出這個世界 出來 那一刻比較大的展開 但對我最失望的 就是真的沒有怎樣展示過 他的威力 或者世界怎樣 少少改變 我們看到少少的 可能Bookman 可以這樣被人玩弄了一輪 那隊軍隊的情報改變 就可以有這樣的效果出現 但是 整個世界 實際上 有些什麼 世界會怎樣發生 是真的完全沒有 那我那一刻就有點失望 他未必這麼說 對 少少都沒有 對 不 他之前的海包特激隊 那段已經有說 你至少說一下 Bookman的計劃 因此 可能知道這件事有什麼改變 可能Bookman跟他合作 好像有些畫面都說了一些合作 但是沒有說出來 其實Bookman已經打定輸數了 他不是這麼強 其實 某個程度上 他也是為了揭子戰爭 所以其實 他被Coco玩完一輪之後 他不會覺得特別說 哇 這傢伙戰爭了 我還是把他動回一鍋 他沒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因為 他的 現在反而的目標是一致 目標是暫時一致 當然你說 他可能說 美國人是很厲害的 那沒有問題 就是 他總有方法搞他 因為 他覺得 大家現在會理會 我站在同一個層面上 我覺得說 現在這個發展OK 當然其實 你說的 Coco在最後禁制那一刻 就應該死了一萬人 他自己也說過 飛機那一萬人已經死了 飛機那一萬人 所以 這個 所以 你根本說不下去 這個故事 你跟著說 那些人說 是復仇的故事 只不過是一個 或者其他人說 哇 你有這件事我去爭奪 那 故事又來了一題 也不太需要 因為他作者想表達的主持 也不一樣 我經常覺得 這動畫有時候做到 這些人 為殺人而救人 這件事是說一個最大功利主義的 所以這套 就很少說這件事 這套 純粹說 買賣 我跟你是無仇無怨的 你看到他們交易完之後 之前找個腸 亂肥過大家 大家出來之後 都是吃飯 其實是 我都被重就輕的了 他那個70萬的犧牲 我都明白他被重就輕的 因為他只是拿來 拿去虐拿的位置 你說真的 說要殺人 小數犧牲多數 是非零 但我經常都覺得 為了世界和平 先要殺人才 我覺得 這個問題 我會好像虐拿那樣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其實你在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靜儀》那本書 你所說的就是 如果 只需要一個人痛苦 一百萬人可以 幸福生活的話 那個人是不是應該要受罪 就是在說這個問題 而他在說 揭子戰爭這件事 就是 我殺70萬人 我可以令到這個世界戰爭大到 好多人獲得幸福 比那70萬人多 或者之後死少很多人 這個我當然 那這70萬人 是不是為正義而死 所以你剛才說的那本書 是正義一場思編之旅 有YouTube可以看的 一個公開課 沒錯 那他剛才說 最大公理主義 少數人犧牲多數 是否正確 但也有些 反駁的論點去說 所以大家看看 這本書我都值得看 而你說這件事 其實他裏面都是包含這件事 只不過 最終若拿 他也是沒想到 就是說 你很難說那70萬人是怎樣 因為你不知道 你不認識他 可能有好人有壞人 或者有天才在裏面 剛剛有天才坐在飛機上面 那我這吉弟 那我不知道這件事 總之 那個結局就是這樣 你只可以想像 如果這樣之後 會怎樣呢 這個世界 他就叫做open land 這種就是所謂的 我只能說open end 其實也挺虛 我不敢 我不覺得去到是很好 但他沒有辦法收 如果他不用open end 又是 他設了一個位置 自己寫不下去 已經是最恰當的做法 但恰當得來 又不太好看 那一刻就失望 所以 可能想得太大 但我覺得可以一看 這套東西 去到最後我再說 我覺得是 無論你說 這一方面 或者是 老實說 在他故事的結構方面 你縱然不喜歡他最後的結局 但是他整個套路 是值得參考的 值得很多人參考 不要作為一套軍務片 作為一套 你怎樣去描述角色的片 任何片都可以這樣用 差在你怎樣去套主題 怎樣去走向 其實他是值得一提 值得去參考 這套東西 沒有啦 始終這一個 我都是說少少制作陣的東西 這一個編劇 黑田洋界 這個系列構成的 可能大家很熟悉的 Gundam double O也是他 小進劇也是他 他寫軍務也寫得很好 你看到他拿握的地方 就是剛剛你說到 怎樣在角色 怎樣融入戰鬥裡面的描寫 這一個是很多戰鬥動畫 都是做不到 但是很需要做到的東西 即是當你那個人 那個人的性格 和你的戰鬥 那個東西是沒有關係的 那時候 那你變成了一節 是得過港幟 整個東西就變成了 所以這一方面 我覺得是做得好的地方 值得稱讚 值得稱讚 是的 這一節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節到下一套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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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節到下一套 我們下一節到下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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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到下一套 我們下一節到下一節到下一套